我们经常会听到所谓的高端局和低端局 有些玩家会用这样的话来碰击比自己分段低的玩家 那么所谓的高端和低端体现在哪呢 从整个分段来看 我们简单可以理解为 荣耀之上为高端 荣耀到普通王者为中端 王者之下可以归为低端 那不同分段中玩家的水平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跟大家说说钻石局 这个段位的玩家 操作和意识 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 他们对于游戏的理解也只顺流而下 走到哪儿打到哪儿 兵线进塔就推 能从钻石局爬出来的玩家 已经过了第一个小关卡 这时候你已经超过了50%的玩家了 操作上也有了提升 不过这个分段仍然欠去抱团的重要性 依然会顺风浪 拟风冲 而王者局是思维固化的分段 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玩家冲到了王者 就以为来到了巅峰 因此他们的水平会一直保持在这个阶段 殊不知差得太远了 普通的王者也不过跨过了新手的阶段 在整个分段中算是终端玩家 对于抱团 推塔 节奏 还是非常欠缺的 他们需要做的 是知道阵容的克制关系 完整度 知道优势 推塔 抢资源 这样才能加强自己的水平 从王者到荣耀 是一个较大的分水岭 达到了荣耀王者 对于顶端局的比赛能看懂 有节奏 有支援 有意识 英雄的操作都能做到完美 但是相较于顶端局的玩家来说 是意识上的差距 荣耀局我们称之为高端局 但是巅峰赛 顶尖的那些大神 可以称之为神仙局了 而两者间的差距 已经不是可以用努力来弥补 而是天赋的差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